这是立根起的 你所听的 所说的 吻合 那你会把它实相化 这是不是比较有意思 学佛基础上就要达到这样 那有一些人 连接触佛法的机会都没有 叫无文无智慧 世明人生牛 就是你也没听闻 也没智慧 那这个叫什么名字 叫做 有人的身体的牛 无知啊 当然这大德不是要骂人的 这是智者大师 写的妙法莲华经的悬疑 这是要告诉我们 你必须有听闻佛法 必须消化吸收 必须有佛法的代引 而误入实相 这个才是智慧 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 至成立以来 扶持佛法不遗余力 为法轮常转 正法久住 敬邀社会大德 发心赞助 弘法经费 若蒙捐助善款 请会邮政化播账户 账号 2271-8807 2271-8807 护名 财团法人 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 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 敬邀您 护持弘法 共转法轮 欧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